只针响动狼灯闪烁时空交汇深夜相逢 夜旅人预告片终于出来了 邓伦妮妮那民国氛围感满满溢出了屏幕 质感非常棒 该剧该讲述了1936年与2016年的时空 交错于上海的一幢699号老公寓 男主角盛清让是如亚随和的民国律师 女主角宗英是面冷心软的现代职业女性两人僵硬 时空交错展开一段情感故事 剧中你不该来的这句话真的太出我心了 什么时候才能让程先生真正和我们见面 正式播出 有点迫不及待了 邓伦有很多造型也演了不少角色 都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他那非常有辨识度的丹凤眼 确实让邓伦他很有自己的味道 出道近十年邓伦他一边解读不同角色 一边接受生活洗礼享受着在戏里戏外 真是表达自己的那份坦然快感 这是一次不同以往表演方式的经历 以邓伦的理解来讲 盛清让他的身上的冷静与沉着 主要是源于那个时期战乱时期的紧张与迷茫 在那个环境里没有迅速传遍全网的信息技术 大家都只能靠着报纸语言谈 插摩着明天将会降临怎样的生存挑战 尽管惶恐 但却仍然学会用理智拥抱变化 处事不惊 顿伦的身材很好 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轻壮的身材俊朗的五官 浑然天成的气质让他穿上西装之后变得越发帅气 非常吸引人很有气质 顿伦的单缝眼眼镜很有个人特色 眼脸细长 眼皮也没有什么脂肪不会肿泡 甚至要现出一种假双眼皮的感觉 他的眼角走向下钩下眼瞼下腕 笑起来卧残愈加饱满视觉感很和谐 这样的整体搭配使得他眼睛有妩媚的潜力 他的嘴巴略有厚度 唇珠明显很好看 他笑与不笑的时候反差很大 不笑时很清觉克制 笑起来单纯又干净可爱 加上他又高又平脂的眉骨 高挺的鼻子和完美的下颌脚线 怎样看都好看 很有个人特质 下巴也是他妙级的特点之伴 侧面看去尖翘 和鼻尖撑起近乎撑得上翘力的一段轮廓线 他的侧眼也好绝 郑伦的不仅长相帅气 而且演技也是很不错的 非常期待夜旅人盛先生的到来呀 期待他和妮丽的火花碰撞 第一次 开始 解决 有点清光的火花碰撞 发并不是 naturale